这项技能也为小志华争取到了上学的机会 不过初中毕业之后 志华就失学了 因为没有高中愿意接受这个无弊的女孩 我不担心 就在志华失学之后不久 患有间歇性精神病的妈妈再次发病离家出走了 这一次 李爸爸发动了所有的亲友 找了整整两个月都没有任何的阴性 后来村部传来消息 在五十多公里外的河滩上 发现了一具女尸 让家人去认为 那天的一大早 李爸爸就带着志华的哥哥和亲友们去河滩 志华一个人在院子里徘徊了无数遍 他跪在地上 祈求老天爷那个人一定一定不要是自己的妈妈 傍晚的时候 爸爸和哥哥终于回来了 志华冲上前去问爸爸 那个人 不是我妈妈吧 爸爸说不是 但是十七岁的哥哥却没有忍住 一把抱住志华说 妹 妈走了 今后 哥照顾你 那一瞬间 李志华觉得老天好残忍啊 在妈妈走后的半个月的时间里 李志华不吃不喝 每天靠书液活着 直到有一天他无意间抬头看着不到四十岁的爸爸 一夜之间白了头 他才突然明白 妈妈的离去伤害的不仅仅是自己啊 还有爸爸 那一刻 他决定 为了爸爸 也要好好的活下去 从那天起 李志华开始学习用脚做饭 喂猪 甚至还会开那种浓浓的拖拉机 失学两年之后 在媒体的帮助之下 李志华再一次获得了上学的机会 虽然读的是中专 但他通过自学考上了大学 2010年的9月 他收到了中科院心理学专业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 2014年的4月 获得了国际注册心理咨询师的资格 现在的李志华是一名励志讲师 通过分享自己的故事 告诉更多的人 每一个人的生命 都蕴含着巨大的潜能和力量 我kins姨 都蕴吴 都蕴吴 了